嗨,大家好,我是赵佑 上礼拜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言 他想了解如果要到外地旅行 该如何进行训练 所以我今天要推荐一个 很方便收纳膝带的器材 而且完全不占空间 就是训练用的弹力神 弹力神的功能非常多 可以用来协助改善你的活动度 训练正确的肌肉发力 也可以用来做训练前的暖身 如果你使用的棒数够重 你甚至可以直接用它来训练 如果你已经上健身房一段时间了 基本上你身上的大肌群 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激励 一般的徒手训练 很难带给你同样的强度 而对从没有接触过 接头健身的人来说 也很难做出这些高难度的动作 弹力神在我没办法使用器材训练时 可以提供我多一点训练选择 特别是背部肌群 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器材 甚至连单杠都没有 要完全徒手训练背部的动作没有很多 这时就可以利用弹力神 模拟各种揽绳的动作 各种锤子拉 或是水平拉的动作 你都可以训练 也可以用它进行一些单边的动作 弹力神也是一个很适合练腿的工具 例如罗马尼亚硬局 或是保加利亚深蹲 你都可以透过弹力神来增加额外的负荷 这些都是可以充分训练腿部肌群的动作 至于身体的一些小肌群 当然也可以透过弹力神训练 不管是二三头 或者是三角 这些部位使用弹力神训练的效果 也都是很好的 弹力神在平常的训练中 也可以担任很好的角色 例如你可以使用弹力神 进行变动阻力式的训练 例如深蹲时在你的杠连两旁 挂上弹力神 随着你向心阶段身体逐渐站直时 弹力神拉得越紧 张力越大 你身上感受的重量也会逐渐加重 这种训练方式 对你的激励以及爆发力 都有很好的帮助 深蹲时蹲到最低点后 要站起来的过程是最困难的 但在身体逐渐站直后 难度会越来越低 这种变动式阻力的训练 可以改善这一点 让你在上升的过程中 持续的增加负荷 让你得到额外的训练效益 这跟有人训练时 会在杠铃上挂上铁链 是相同的道理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我认为弹力神 并不能完全取代杠铃跟哑铃 它还是有许多的限制 你练到一种程度后 它也不一定能提供你 足够的阻力跟强度 但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应急工具 如果你不想因为外出好几天 而失去你的肌肉量 那弹力神就非常适合你 如果你不打算持续进步 只要维持目前的肌肉量 通常一个肌群 一周只要10到15组的训练量 就已经足够了 你可以一个部位 用弹力神挑选2到3个动作 每个动作3到4组 再注意自己的饮食跟蛋白质摄取 你外出了这几周 就可以不用担心肌肉量变少的问题 但千万不要觉得你只靠弹力神就足够了 我还是会建议使用器材负重训练 会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如果你也想购买弹力神辅助你的训练 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底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 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假如你喜欢这个影片 也请帮我按个赞 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的粉丝团跟IG 那边会有更多的照片跟健身知识分享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谢谢大家